如果是列 你可以加一個table row 然後加到哪裡 一樣加到這裡面 放開 然後呢 把姓名丟進來 再把他的這個ad test 再丟到這個table row裡面 那你會發現一樣會變成左右的 不過他們之間有什麼差別呢 你可以試試看 table row 你這個底下裡面的東西是不能拉的 寬度可不可以再調整 不行 可是linear layout可不可以調整 可以調整 但是它會怎麼樣呢 它會靠左對齊 linear layout 可以再調整大小 table row 固定就這麼寬了 不能再調整 就這麼大 那如果說你身分之好 假設說你今天希望怎麼樣呢 調整它會靠這個左對不對 那如果你希望靠中間 放中間可不可以 可以啊 你再把這個按右鍵 刮不緊 把它怎樣 center就好了 center 置裝了 有沒有 所以table row跟那個這個linear layout各有優缺點 但是我比較常用是linear layout的 Honey Round頭是水平的 為什麼 因為它的彈性比較大一點點 那table row呢 如果你的東西都不調整了 反正就這麼寬的話 那你就用table row就好了 丟進去 它幫你就排整齊了 OK 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可以試試看 那我這個再把它 如果要恢復的話 這個沒有辦法change 這個有沒有辦法change 也可以change 把它change一下 你可以把它change成什麼 change成Honey Round頭 這個 我可以按確立 那它也可以幫我重新再佈取 那這個時候可不可以拉寬呢 也可以了 有沒有 那可不可以水平呢 按右鍵 把它gravity 記得這個屬性有沒有 center一下 就可以了 你可以調到一樣的差不多 所以呢 table row 彈性比較差 linear layout 彈性比較大 所以記得就是再試試看 那如果手機的話 我們這樣 這個 記得還是丟到這裡有沒有 不要 就是看到有陰影放開 再把那個手機號碼丟進來 手機填的框框丟進來 OK 好有沒有 然後再把它縮小一點點 然後再把它怎麼樣呢 這個按右鍵 center OK就好了 好 這樣的話就沒關了對不對 不過其實還是不夠漂亮 最好還是要加一些漂亮的底圖 不過這個我們大概底圖部分的話 可能要靠各位再花一點時間 把Photoshop學好再來加 那最後這個也可以 這個這個部分也可以 再把它稍微佈取一下 加一個ban OK 好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畫面的這個調整 好 UI介面的部分